又是酒驾死亡的车祸 苗栗的五个男子为了送朋友入伍 大伙是喝酒狂欢鉴别 结果酒驾撞上了电线杆 车子当场断成了三结 车上五名男子全部被抛出车外 造成三子两伤 而车上全部都是没喝完的啤酒罐 五个人酒车值全都超过了0.7 没想到是入伍的鉴别会 因为酒驾真的有别了 白色轿车酒驾狂飙 前一秒用上百公里飞驰而过 但是下一秒去撞上了电线杆 撞到车底断成三结 车上五人全飞出车外 三死两张 其中开车的驾驶 更被抛到十公尺深的深沟里头 满脸是血 警察联盟抢救 驾起单架抬起男子 但最后还是伤重不治 黑夜中事发现场 车子宛如豆腐一般 被电线杆切成了三段 有一节还飞到十多公尺外的水沟里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毕竟撞死了三条人命 远景从夜晚搜尽到白天 才发现车内不但到处都是没有喝完的啤酒罐 甚至还放着一整箱的啤酒 因此研判又是一起酒驾造成的悲剧 死者家人到现场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 轿车撞成了一片片 还有满地的啤酒罐 车上五人因为有人要入五人 因此喝酒狂欢 却有没有想要见别会 因为酒驾三死两伤 进城的永别 中文新闻彭志明 苗栗报导